热心网民发起的的举白旗互助运动警号Bandiraputy 是基于我国疫情依然严峻 让有能力的人可以及时协助向生计面对困难者 一起分担相关人士的问题和困境 该建议纷纷受到人民一片赞赏 这样能够帮到许多面对新冠疫情受打击的遇难者 不过举白旗的行为不受一些穆斯林看好 极端者认为举白旗意味着在战斗中向对方屈服 伊斯兰党聂阿都甚至认为向上苍祈祷 比举白旗向人协作效果要好 他在面子书专页说 面对阿拉的考验时 民众穆斯林要祈祷向上苍求助 而不是在住宅门外升起白旗 向外界求援助 他说 面临考验时要打摊开双手 祷告向阿拉求愿 祈祷是最具威力的旗子 也是面临人生考验之中最乐观的做法 不要轻易地教育公众生白旗 因为这表示我们向考验投降了 另一名伊斯兰党罗斯里认为 鼓吹举白旗求助仪式非常不妥当 因为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援助 他说 只有在战场上战败的人才会举起白旗 伊党并不认同这种求援方式 不要举起白旗 这个做法就像一个战争失败者 我们其实仍然有力量 举起伊斯兰旗帜 宣布伊斯兰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宗教吧 他叙说 举白旗也可能导致一些人 利用他人生活的艰辛 图谋不轨 他认为 该种做法是种 自曝家丑的做法 人们应该维护自己与民族的尊严 为此 他建议国州议员 开设行动式与热线 为该些疫情中 面临经济困难的群体 进行人道援助 同时也可成为 各种援助组织的协调单位 他也呼吁其选区的有需要者 若面对实务上的问题 可积极联络 热线号码 0159897556 有关举白旗求助主题的社交媒体铁文 昨天开始 在一夜之间暴增 甚至引来国盟部长的响应 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 祖来达 祖来达也一起 号召人民投降 根据祖来达的官方 推特帖文显示 他鼓励需要援助的人 无需乞讨或感觉羞愧 民众只需在住宅外树立白旗 并等待邻居失源 祖来达帖文写道 我与警号 Bandy Repute运动同在 以便鉴别 有需要帮助的人们 部长此举引起行动党 杨巧双的不满 他直言 祖来达身为夺权者 掌权者之一 竟然不知如何履行职责 竟然鼓励人家举白旗 简直是荒唐 这位来自喜来登政变的夺权者 他竟然不知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 反而在入主不成后 却叫人民举白旗 荒谬 成性党杀尼也同时号召全马人民 明天在各地举白旗 他在WhatsApp发出讯息 号召所有地区都需张卦 至少十面白旗 他调侃说 这项行动是要求国盟政府下台 我们要求失能的联邦政府下台 并且将政权归还给 获得人民委托的政党 我们并非在家中举起白旗 而是在公共场合 例如街道 告示牌 天桥等等 需要援助的人 会在家中举起白旗